王曼玉亚锦赛夺冠却在收坏消息 马林决定赢争议 陈梦意外成最大赢家 北京时间9月10日 国平女队迎来一则消息 让广大球迷甚是意外 我们知道在亚锦赛女单决赛中 王曼玉逆袭取胜了孙颖沙 从而获得了女单冠军 可以说王曼玉的这次表现的确值得称赞 王曼玉先是在四分之一决赛中战胜了陈梦 然而在半决赛中又再次战胜了王亦迪 最后又在决赛中惊人的战胜了孙颖沙 王曼玉把世界女单抢手都挨个给战胜了 最终站在了女单冠军的队伍里了 王曼玉在本届亚锦赛绝对是一战成名 名声四海 斩获了更多的奥运积分 从此便响亮的宣布了自己的霸气归来 而大家也认为这一次是王曼玉和陈梦以及孙颖沙 缩小奥运积分差距最快捷的一次了 毕竟在本届的亚领赛上 是否得到奥运冠军世界冠军并非首要任务 大家更看重的是在比赛中力争拿到更多的奥运积分 最后能有机会代表国拼队出征巴黎奥运会 所以不管是陈梦还是孙颖沙或者是王曼玉 大家竞技的目标都是希望能有资格去代表国拼出征巴黎奥运会 但是单打的名额却只有两个 而我们知道孙颖沙肯定是稳拿一张奥运会门票的 那剩下的那一张呢就要在陈梦和王曼玉之间角逐了 而这两个人最近的表现呢也的确是不分上下 而在本次比赛中呢 陈梦呢算是遗憾没能闯进女单四强 因此单打这块呢 陈梦暂且是拿不到奥运积分了 相反呢王曼玉因为压锦赛又获得了女单冠军 所以自然就拿到了2000积分 其间两人呢也就相差2000来分 而这次王曼玉在增加2000积分的同时呢 陈梦又没能拿到积分 如果王曼玉能继续维持如此状态的话 毕竟后期呢还有不少的国际比赛 如此一来啊 王曼玉就很可能会超越陈梦了 但是在压锦赛结束之后呢 马林做的决定呢 也是让大家觉得对王曼玉太不公平了 相反陈梦呢倒是躺赢了 而根据相关媒体的权威发布得知啊 在本届压锦赛中拿到积分最多的是孙颖莎 拿到了2400个积分 而陈梦虽然没能闯进女单四强 在女单方面呢没能拿到积分 但是陈梦呢还参加了团体比赛 并且成绩呢还非常的优秀 最终呢陈梦也是获得了1400个积分 而我们知道王曼玉呢拿到的是2000积分 所以最终呢王曼玉只比陈梦多拿了600积分 从比赛的项目来看呢 陈梦是既参加了单项比赛 也参加了团体比赛 但是王曼玉啊却只参加了女单比赛 没能参加团体比赛 对于马林这样的安排这样的决定呢 大家表示对王曼玉的确有点不公平 如果王曼玉也能够参加团体比赛的话 指定呢也能拿到1400的积分了 但是呢这样的机会呢只给了陈梦 明明王曼玉也能在本届加紧赛中拿到3400个积分 但是没能得到这样的一个机会 的确呢是有点遗憾 那如此一来呢光从积分来看呢 这一次还是陈梦更胜一筹 个人觉得呢马林对于王曼玉的这种安排 有点不合理不公平了